大家好,我是海娟 好长时间没包饺子吃了 刚去超市买了2斤肉 今天咱们来包饺子吃 包饺子的肉最好选用7分瘦3分肥的 我们把它切成小块 切好的肉块放入韭肉鸡 搅拌成颗粒状 几颗大葱切葱板 最好是大葱出味 姜切片 放入大碗中 再放上花椒粒 加上温水浸泡20分钟 接下来咱们来熬制一个料油 起锅倒油 这个料油可以多熬制一些 平时有伙伴私信我说什么叫料油 大家不会的可以看过来啊 放入大葱段 洋葱丝 姜片 几颗八角 二三十六花椒 小火慢慢熬 能全部激发出这些调料的香味 看到葱段 洋葱 发黄的状态 这样即可 去除杂质 料油就熬好了 搅好的肉馅中 加入蚝油 酱油 生抽 料酒 盐 鸡精 姜末 泡好的葱姜水 分三次加入 顺着一个方向 把肉馅搅拌上劲 搅着肉上劲 加入一颗鸡蛋 料油 继续搅拌均匀 继续搅拌均匀 最后一步也很重要 切好的葱花 放少许的香油 搅拌均匀 放进肉馅中 搅拌均匀 肉馅拌好了 最后一步 放点自己喜欢吃的蔬菜 印记蔬菜 萝卜白菜 芹菜 胡萝卜都可以 我放的是芹菜 少放一点芹菜 搅拌均匀 馅料部分就制作完成了 这是我提前和好的面团 和面的过程 我就不分享了 如果您不会和面 只能来我家吃了 从中间一分两半 搓成长条状 揪成均等的剂子 不会揪的咱就用刀切 揪好的剂子 撒点干粉 揉成圆球 直接按扁 擀饺子皮 擀成边缘薄 中间略厚的皮 开始包饺子 一勺馅料 一个瓶 按照自己的手法 包起来 水开以后 放入饺子 三勺馅料 两勺面 饺子煮三次开锅 就可以了 关火 出锅 出锅 成盘 两大盘饺子就出锅了 那家人们看看馅料 嗯 香味浓郁 看这个汁水 特别的好吃 家人们如果不会拌馅的 可以按照海娟的比例和配方 去调制肉馅 保证香味十足 特别好吃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一路陪伴 我们下期见 拜拜